他自動幫你把int改為double 那就ok了 一定就會有少數點 所以其實如果你就數值部分 假設你今天選chama初學者 你也可以不用記那麼多 因為整數有一堆整數的形態 然後符點又有兩個符點形態 如果你不想記那麼多就記兩個 整數就用int 符點就用double 就先記這兩個 這最重要的 ok 那這裡的話我想 我們就這個地方跟各位講 另外一個chr 這個chr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致緣的意思 那當然你這個chr的部分呢 你可以先宣告 再賦予什麼呢 預設值 或者你要怎麼樣呢 把它 賦予這個這個有沒有 你會想說 那老師我不要兩行 我可不可以一行 其實也可以啊 就是你可以分兩行 也可以分 也可以打在一行 那我們練習裡面是分的兩行 先宣告 再賦予預設值 跟宣告 馬上賦予預設值 都一樣 啊可是 我會覺得就是 放一行 會比較 比較閱讀性比較高 所以我通常我不會放兩行 不然的話有時候自己 多一行 你都覺得多一行的負擔 程式呢 越寫越簡單越好 ok 然後底下的話 我就print printer 一個 那我把它先print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 把它print出來 ok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print出來 就會是 gpa b b的話就是這個是chr 一個字元 對不對 然後成績是95.5 ok 那你會講說 老師那為什麼 println 跟print有什麼差別 其實哦 你用猜的也可以猜的出來 ln就是一個line 換行符號的意思 也就是你print它就print出去 那ln就是換行的意思 所以這裡的話呢 有一個print跟println的兩種方法 所以我們就把 gpa輸出之後有沒有 後面就加一個b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呃這個這個 成績然後加上幾分 那因為是改為double 所以呢會顯示出那個95.5 ok 那另外這個地方還有其他像 你甚至可以在自己加上這個一個 基本型別 比如說有所謂的booling booling的話是那個 布林值 那比如說是否及格 你可以再多一個是否及格 那是否及格裡面有booling booling就是true或false 及格就是true 不及格就是false 那這部分我想等一下我們再來 來講解一下 那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呃我們的這個宣告行別裡面的這些 相關說明 好不好